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現在要來回答一些弟兄姊妹 在網路上留言問我們的一些問題 如果你有什麼信仰的問題 我也鼓勵你你可以在我們的Facebook 我們恩寵教會的Facebook留言 然後呢我們就會來整理 然後來錄出來 然後來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回答的問題 是有人來問我們說 那你相信恩典你就不用遵守十戒嗎 你就不用守十戒嗎 沒關係讓我們直接來看聖經請看 好羅馬書四章四到五節 做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的 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上帝 祂的信就算為義 OK所以這邊很清楚的說了一件事 不做工只信上帝祂的信算為義 所以因信稱義就是不做工 真的羅馬書小聖經這麼清楚的說 我們再看下一頁 羅馬書四章六到八節 正如大衛稱在行為以外 蒙上帝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 他說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為有罪這人是有福的 所以你看喔 是蒙上帝算為義的人 什麼叫算為義 就是呢 比如說 嗯 有一個人比如說他長得一點都不瘦 好啦就我啦 長一點都不瘦 可是我算你很瘦 這樣就是你本來不是 可是算你是 懂你意思嗎 好然後再繼續看喔 是有福的 他說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為有罪 什麼叫主不算為有罪 比如說啦 你今天去吃迴轉壽司 一盤30塊 你好像想到哪個品牌 沒關係我不要廣告 然後呢 你就叫了三盤來 三盤吃完了 三盤90塊對不對 結果老闆走過來就說 欸你以為是我們的常客 這盤不算你錢 所以有一盤不算你錢 所以總共只算兩盤錢 就是60塊對不對 這叫做主不算為有罪 老闆不算你那盤 所以你知道意思嗎 你有吃那個針仙 講出來 好你有吃 然後他算你三盤的錢 這就是正常 他算你兩盤的錢 叫做主不算你有罪 一樣的意思 老闆不算你那一盤 意思是什麼 你本來就是有罪的 你還是有罪性 你就算陰性誠意 你還是有罪性的 可是主不算你為有罪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可是你看今天那個 迴轉壽司的店長衝出來 在街上拉一個人說 欸我沒有算你這盤錢喔 我又沒吃 懂意思嗎 你是真的有罪 神不算你有罪 懂意思了嗎 所以神不算你 我這次就很偉大 所以基督徒要不犯罪 才能夠陰性誠意嗎 不是你是陰性誠意 神不算你為有罪 Hallelujah 好那題目來 那你到底要不要守十戒咧 來我們看下一頁 這就是十戒的出處 出埃及記之還有那個生命記 也會提到喔 其實很長 所以我們就不仔細念了 時間有關再看下一頁 好再來是五到六節 出埃及記二十張五到六節 還是十戒 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七到十節還是十頁 不可望稱耶和華的名 不可不可不可 對不對 好再看下一頁 出埃及記二十張十到十一節 還是一堆對不對 就是告訴你 生安息日啊等等 好再看下一頁 出埃及記二十張十二到十七節 你看我們看到黃字 不可殺人不可監營 不可偷偷不可做 獎金人不可貪戀人 也是不可不可不可 所以我們直接把他統整起來 來看我們看下一頁 好 十戒第一條 不可拜耶和華以外的神 OK 我們現在在恩典之下的弟兄姐妹 在信約的弟兄姐妹 你信了耶穌你會去拜耶和華以外的神嗎 不會 可是你是因為 如果你拜耶和華以外的神 神就會懲罰你嗎 不是的 你是因為神這麼愛我 我也願意愛神 我當然不拜其他的神啊 第二條 不可製造偶像與拜偶像 你會因為 好現在沒有律法 所以你就故意去拜偶像製造偶像 沒有我們還是不拜偶像 不製造偶像 第三 不望稱耶和華的名 你會故意去望稱神的名字 我愛神 我才不要這樣 神愛我耶 第四個 當紀念安息日首為聖日 這題目來 你知道嗎 我們用聖經的定義來定義聖經 不能用自己的定義 有人告訴你說 安息已經被主日取代了 我告訴你 在和爾本裡面 主日出現過一次 在啟示錄 約翰在主日的時候 看見了啟示錄的整個故事 OK 還有其他的地方寫七日的第一日 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 七日的第六日 最後一日就是安息日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守十戒 真的要死守十戒 那你一定要安息日 禮拜五太陽下山 在禮拜六太陽下山 是我們禮拜 可是你是禮拜天上午禮拜啊 你沒有守十戒啊 OK那題目來了 為什麼你可以自己決定 這條要守這條不要守 要嘛就全部守 要嘛就不要守 我待會給你看到聖經經文有提到 只要犯了一條就是犯全部 對不對 OK事實上還是有些弟兄有守啊 他們叫做安息日會 就是台安醫院的那群很棒的基督徒 OK 你有沒有守安息日呢 所以我告訴你我不是 你問我要不要守十戒 我不守十戒 但是我因為愛而不拜其他神 不拜偶像 不製造偶像 不忘成夜化的名 我守神的主日來安息 懂意思嗎 我們再看下面 第五條 好我信耶穌我當然要孝敬父母 因為我的神愛父母 神也給我愛我的能力 我要去孝敬我的父母 我當然不可以殺人 我當然不可以堅硬 我當然不可以拖到 不可以做假 任何不可以貪心 問題就是好 不可以貪心 請問 好我們今天考試 你學生時代 你考九十八分 你們很想考一百分 如果你是為了上帝的榮耀 為了上帝的緣故 你想要考一百分 這是敬敗主 可是如果你只是覺得 我要榮耀 我自己讓人看到 我可以考一百分 這是不是貪心呢 我不定你罪 可是如果這是貪心 相同的你現在業績 你覺得你可以做到 更好更好更好 是貪心還是榮耀神的 你自己想 我不要定你的罪 所以我告訴你 在新約裡面 不是要守十戒 但是我因為愛神的緣故 所以我不殺人 不堅疑 不偷盜 不做假見證 不貪心 然後我孝敬父母 知道意思嗎 這一切是以愛為根基的 這就是如果你問我 你基督徒 你們好在恩典裡面 要不要守十戒 我不是用硬遵守的 因為硬遵守的 犯一條就犯全部 那是聖經上說的 我因為愛而不做這一切 所以你問我基督徒 可不可以殺人 奸淫 偷盜 假見證 貪心 是不是可以不要消極父母 當然不是 你還是要按照國家的法律 你還是要不殺人 不奸淫 不偷盜 不做假見證 但是不是為了遵守 是因為愛 我們看一下一頁 好 羅馬書14章2到3 對不起 23節 若一心而癡的就必有罪 因為他是不是出於信心 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 雅各書4章10記節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 這就是他的罪 這是行約 你知道行約對罪的要求更高嗎 你沒有信心而癡就是罪 你昨天晚上偷吃的那東西是罪喔 因為你沒信心 OK 好 你看到行善沒有去行 就是他的罪 你剛才來的路上 你看到老婆婆要過馬路 沒幫他是罪 你看到那個人 想要停你的車位 你沒讓他是罪喔 因為知道行善不去行 就是他的罪喔 你真的確定你可以完全無罪嗎 甚至於你說好我要認罪 我只要認罪神就赦明我 有些罪你犯你都沒有知道 你隨時都有信心嗎 你隨時都在行善嗎 我告訴你神已經赦明你過去 現在未來所有的罪了 Hallelujah 我們再看下一頁 這邊就是我說 雅各書2章10到11節 凡遵守全律法 只在一條上帝的話 就是犯的重條 你就是不堅硬 卻殺人人是成了犯律法 你看原來那說不可堅硬 也說不可殺人 這邊在講的是什麼 不可堅硬 不可殺人 不可不可就是十戒啊 所以我告訴你 你有種就是每一條都遵守 十條都遵守 所有就業律法都通通遵守 不然你就只能靠恩典啊 因為你犯一條就是犯全部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有守安息日嗎 你有不貪心嗎 OK 我們再看下一頁 所以雅各書2章12節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 就該照律法說話的形式 如果有人說 你是基督徒你還是要守律法啊 那你就每一條都守 否則你守不住 你只能靠恩典 你是因為愛而去做那些 基督的律法 因為愛而規定的事 而不是因為你不做 你就會被處罰 知道意思了嗎 我們再看下一頁 沒有了 你看 如果一直給你看下一頁 就是一堆律法 你懂嗎 我現在要告訴你一件事 基督徒在恩典裡 我因為愛而不去做那些犯罪的事 但是我不是靠遵守律法而成義 我因信成義 讓我為你禱告 千大八天父 我祝福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們都是因為恩典而 因信成義蒙福得救 我因為愛 愛完全的律法 所以我不再去遵守律法成義 我因信成義 因為愛而不做那些律法禁止的事 謝謝你 幫助我們弟兄姊妹 真正知道我們是被愛的 神超愛我們 所以我們有能力也去愛其他人 然後當我愛人的時候 我當然不會想殺他 不會想建議 不會想做那些事 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你的恩典裡面 真正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定時日假的恩典與真理 奉神祢祷告 阿們